大家好,我是Lisa李麗珊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小朋友都很喜歡的 親子版的芝士哈哈披薩 首先我們要準備Pizza的麵團 兩面的材料都很簡單 先預備180克麵粉 還要加大約8克糖 不需要太多 再加少許鹽大約3克左右 還有牛油10克 另外還要加入酵母 但每次用的份量都非常少 大約2克 還有Cream 將以上講的所有材料 全部放入麵團機 大約十多分鐘後 就會出現一個麵團 這個麵團其實就是Pizza底 今次講話 裡面會加了 很多小朋友都喜歡吃的芝士 有這個芝士粒粒 還有時間關係 我們先準備了 有很多東西也有小朋友喜歡吃的 茄汁蝦 因為它的味道酸酸 而且它akat口 也有一個口感 緊張 你喜歡嗎? 只有難力 好 這樣 你就いて很 good sentido 好像千怡一樣 本当勁 很熱 做好之後我們就把它拆開一塊塊 最後這個步驟我們就可以讓小朋友一起做 剛才就說有這個茄汁蝦的 我們就可以放蝦蝦進包包裡 放了 放一隻 到你 你又放一隻 OK 除了蝦蝦之外我們還準備了一些芝士 然後把芝士放在蝦蝦旁邊 把麵包做好之後放進焗爐 大約焗30分鐘左右 180度 剛剛看完李莉山去煮這個親子的薄餅 我看到還有一些小朋友一起搓麵粉 所以絕對是一個親子的好活動來的 我看到裡面很多很有益的材料 相信他都很了解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吃一些芝士和茄汁 茄汁的蝦呢 相信都是小朋友一個很理想的食物來的 不過呢 如果又有一點如果真的有什麼可改善的地方 我見他的餅其實焗的過程都焗了30分鐘 所以如果他的蝦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烤焗 會有機會脫水和比較乾的 所以不妨下次再煮的時候 在蝦的上面 鋪一塊可能類似蕃茄 新鮮的蕃茄或者一些檸檬的食物 這樣就隔了一個面子 讓他沒那麼快熟 和沒那麼快抽乾的水分 相信這個薄餅會更加完美的